今天距离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还有18天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那从本周起 金博会开始密集举办各类展前对接和宣节活动 昨天晚上 金博会首次在临近会期 举办国际贸易投资合作洽谈会 地方投资促进部门的负责人 就技术装备 医疗器械等热点行业 与展商代表 面对面交流洽谈 现在在临近开展 双方的需求更加明确 对接的会更加精准 就是我们除了撮合贸易之外 还撮合投资 本周起 第三届进博会开始密集预热 推出了多场六大展区特色专区宣节会 有舌尖上进博会之称的食品及农产品展区 今年将有近百个国家的上千家企业参展 除了要继续为国外食品企业 打造行业上下游融合的交流平台 本届进博会还将更多围绕健康主题 引领全球食品行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此外 本届进博会还在医疗展区 首次设置公共卫生防疫专区 截至目前 该专区共签约海外展商48家 展览面积约12000平米